歡迎收看用嘴巴去旅行葡萄牙篇 今天我會示範做這個葡式焗鴨飯 首先講一下材料 這個是六人的份量 鴨湯的材料包括有1.5公斤的鴨一隻 我是用了這個急凍鴨 兩塊月桂葉 葡國腸或者西班牙腸一條 我這一條是225克 一個洋蔥 60毫升的白蘭地 200克的煙肉 一塊仔薑 三粒蒜頭和一條紅蘿蔔 鴨飯的材料包括有3杯飯 我的量杯是250毫升的 即是總共有750毫升的飯 一個洋蔥 有鹽和胡椒粉做調味 還有橄欖做裝飾 橄欖你喜歡用黑色也可以 用綠色也可以 首先我們洗乾淨鴨之後 將它切件 記住保留它的頭髮尾味 還有皮也不要丟掉它 然後將洋蔥切開一半就可以了 紅蘿蔔在批皮之後 就可以切開一半 將3粒蒜頭拍碎 然後薑也切開幾塊 然後我們會用百刀 在西班牙腸或者蒲國腸 擠一些洞洞 讓它的味道比較容易出來 好了 我們準備好鴨湯的材料 我們現在用一個大鍋 裡面放入2公升的水 然後就可以將所有鴨湯的材料 放進去 包括有鴨件 西班牙腸 紅蘿蔔 煙肉 洋蔥 薑 蒜頭 用大火 將它煮滾 大概5分鐘 5分鐘之後 你會發現有很多雜質浮了上面 這個時候就可以用匙羹 將雜質撇開它 直到你覺得湯比較清晰為止 然後我們就可以蓋蓋 用慢火 繼續煮45分鐘 45分鐘之後 你會發現面頭浮了一層 都挺厚的 紅紅色的油 我們用匙羹 也將它撇開 平時喝湯 我們可能就趕快扔掉這些油 但今次千萬不要扔 這些是精華的所在 待會我們都會用到它 這個時候我們可以關火 然後 將湯裡面的所有材料夾起來 鴨件我會用另一個盒裝 方便待會處理 最後的湯 我們會把它過篩 然後備用 好了 我們現在準備鴨飯的材料 首先將另外的一個洋蔥切粒 然後在鍋裡 我們放剛才我們備用的鴨油 燒熱它之後 我們可以用來炒洋蔥 炒它大概5至10分鐘之後 直到它半透明狀態 我們可以加少許鹽和胡椒粉去調味 加一些洗了和拿乾的米 一起炒 這個時候我們可以再加多些鴨油 如果你喜歡的話 然後我們會加一茶匙的鹽 還有黑胡椒粉 就讓大家看看自己個人的口味 雖然其實我們的鴨湯已經有鹹味 因為我們放了煙肉 還有西班牙腸這些材料 但是始終如果用來煲飯的話 鹹味也要出一點 所以我們要加多一點鹽 我們現在可以加鴨湯煲飯了 我會用剛才用來量米的量杯 用來量的鴨湯 而米和水的比例是1比2 所以剛才我用了3杯的米 現在就要6杯的鴨湯 然後蓋蓋 用中小火煲它20分鐘 以及蓋蓋靜至5分鐘 煲飯的時候 我們可以準備飯裡面的其他材料 剛才在湯裡撈起上來的紅蘿蔔 我們可以把它切片 另外剛才在湯裡撈起上來的煙肉 我們也可以切碎 還有就是剛才在湯裡撈起上來的西班牙腸 我們也是用來切片 接著我們要準備鴨肉 我們首先把它起骨 以及把肉撕成1絲絲 好了我們的飯都煮好了 一切準備就緒 我們就可以組裝鴨飯了 如果你打算即整即吃這個飯的話 這個時候你可以把焗爐預熱到250度 又或者是上火烤焗的功能 我用了這個很大的橢圓形玻璃焗盤 你可以用其他形狀也可以 總之可以進焗爐就可以了 把飯的份量分成兩半 然後把第一半放在底部 然後稍微壓平它 中間我們會撒剛才的鴨肉 我留一點用來鋪面的 接著下來就是鋪西班牙腸 我都留了大概一半 用來放在表面做裝飾 接著就是鋪切碎的煙肉 和紅蘿蔔片 都是一樣 我們都會留一點用來鋪面裝飾 放好中間的材料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剩下的那一半的飯 放在表面上 我們一直放飯上去的時候 都可以給少少力壓一壓平它 然後我們就可以裝飾它的表面 排列方法跟剛才都差不多 就是用西班牙腸、煙肉 和紅蘿蔔去裝飾它 最後我們會加一些橄欖 上去做點綴 如果你喜歡黑色的橄欖 多一點都沒問題 只不過是我們家人 就覺得綠色好像漂亮一點 如果你沒有這麼快開飯的話 你可以預先做到這個步驟 然後淋開飯的時候 才淋鴨油在上面 然後再入爐焗香它 如果你打算即做即食的話 這個時候 你就可以把剩下的鴨油 淋在上面 然後入爐 250度 焗它15分鐘 這樣就可以吃了 這個鴨飯最適合 就是一大班人開派對的時候做 一大盤拿出來 夠了排腸 還有淡淡鴨肉和鴨香 真的一個不個二就吃了幾碗 雖然它的工序 好像比較多一點 但其實都是一些手掌硬件的功夫 所以難度絕對不高 大家都快點嘗試煮這個 葡國焗鴨飯 如果大家想跟我一起煮更多的 葡國菜和世界各地不同的美食 記得Like我的頻道 和Subscribe我的頻道 我們下次 Mina's Hungry Planet 用嘴巴去旅行再見 拜拜